可是要怎麼避開?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需要在它輸入之前 你先把那個斜線取代成別的字圓 那我的習慣是用底線 把那個斜線變成底線 這樣應該還算合理 斜線變底線 不然好像這也沒折了 你不可能說放...因為它就是不接受 那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樣把它輸入的東西 就是斜線變底線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想到 如果要取代字圓的話 在VBA裡面有一個函數 叫做replace replace replace的話我要怎麼使用 因為這個地方乾脆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把它刪掉 其實這個地方跟剛剛的這個程式 沒有太大的差別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說 輸入的話一定是一個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最後在這裡 新增工作表的時候 ok 那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呢 這邊有個按鈕按下去 然後輸入2008的1月1號 ok enter 它x只有20... 再來2008的3月31號 這是這個日期 好,按下確定之後的話 那剛剛如果你不做任何事情的話 它一定會產生錯誤 第一個當然是...一樣是add 新增一個工作表 這個沒有問題 它是工作表22 那...可是呢 如果說你剛剛直接把那個名稱 直接給它的話 比如說x對不對 這個沒有取代 它會出現剛剛的錯誤 可是如果你不要讓它有錯誤的話 很簡單 請你記住喔 先把s 就是要這個地方 我多一個s的變數 這個變數就是接什麼 接我將來要輸出的這個字串 特別注意 那...我這個字串裡面 特別注意就是 把什麼呢 第一個 它這個repress裡面的話 會有三個變數 其實... 三個引數 刮弧 其實這個三個引數 你按...你那個repress打上去 刮弧 它也會告訴你啦 其實有的時候 VBA我覺得它好處是 會提示給你 你需要的東西 它... 不過可能 你要慢慢習慣看得懂 因為我是還蠻習慣的 一刮弧 我就知道... 就是... 就是一個stream就對了 它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 請你... 沒辦法了 這個喔 因為你要去習慣它的寫作模式之後 你就會很就熟 好 但是如果你還不習慣的話 你會發現 你可能... 很多地方都要抄別人的啦 你會變成說 只會C,C,C,V 如果我有提供給你的範本 那你可以 如果我沒有提供給你範本 怎麼辦呢? OK喔 那... 我是教各位一個方法啦 因為你們最重要的是 而不是學我跟你講的東西而已 最好是以後呢 你想要自己寫一點東西 你也有這個能力 那怎麼做到喔 其實不外乎這樣啦 這個replace怎麼出來的 其實你想要打一個VBA 這個物件名稱 電 打一個R 打一個E 有沒有 replace就出來了 所以不用背啦 就VBA裡面有多少個函數 都很清楚 那還有他的參考說明 記得按F1 也會出來 所以喔 像我最早 我比較不能接受的 還是那個說明檔 那個說明其實是非常... 但是呢 有一天呢 我發現就是說 你要閱讀他的時候 不要把它看成是閃文跟小說一樣去讀他 你把它當成是一個外新聞 你就慢慢可以接受他了 因為他真的寫得很跳痛啊 跳來跳去 他其實... 那所以你要慢慢習慣 你要找到你要找的就好了 其他看不懂的東西 請你暫時掠過 因為你如果從頭看尾 看到尾 你會很多... 那個... question 對不對 這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所以...